介绍这个十二个月令 那十二个月令呢 我们是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呢 我们是直丑一茂成素 无为生有虚害 那配鼠牛五兔龙生买养死 猴姬狗猪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老鼠开始介绍 不过呢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八字是年以立春为分界 所以其实第一个月应该是饮月 第一个月应该是饮月 所以饮月为正月 那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从饮月开始 饮月为春天的月份 那饮呢属老虎 它有假木的特质 但是在内心之中呢 它会产生 产生或是类似老虎这个动物 而这是老祖先的这个智慧 他告诉我们说老虎这个动物呢 就是这个一三不容二五 除非一公一母 所以属五的人呢 不安于事 天生劳碌命 喜欢当老大 处事唯我独尊教 霸道 嫌不住 没事就会感觉有点难过 喜欢被人家需要 爱漂亮 天生领导阁 有抱负 野心大 喜欢吃肉 这个 应该是每个属性都喜欢吃肉 这个丰富的蛋白质 那我们再说这个戒杀 或是吃素呢 这个属性 这个月份的人 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参考 不容易参考这个 吃素的问题 那他要特别注意呢 肺部跟支气管的问题 那同时他也会有 甲木的疾病 他也会有甲木的疾病 就是饮月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介绍这个 叫做蚓月 蚓月呢 属兔 像兔子 我们在形容兔子的时候 就叫叫兔有三枯 所以属兔 月令属兔的人 就身在农历 身在农历二月的这种特质的人呢 他就是有这种兔的特质 他有充分的上进心 仁慈 在于保护自己 然后呢 有变才 变化心大 注意精神层面的问题 家众的摆设呢 常常变幻 所以蚓月的人呢 很爱干净 那这个 很爱干净是属于 他自己的范围 就是有点洁癖 对自己有洁癖 对别人他就随便了 就随便 别人随便了 没关系 爱干净 处世的明朝 秋毫 欲世灵敏 有始无终 就是容易这个 看到微情就跳开 是投机分子 在于保护自己 个性文静 人缘好 地流感强 保护性高 不容易老 皮肤白 就是除了爱干净以外 他皮肤也很白 就是非常红 白里透红 非常的这个好看 有洁癖 龟毛 要注意大肠的问题 所以蚓月的人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便秘 就是便秘 还有他的食指 容易变形 他的食跟手指头 容易变形 食跟手指容易变形 这个是蚓月的人要注意 那第三个月呢 叫做成月 成属龙 龙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个神龙白尾 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 你不要惹到他 惹到他的时候呢 会让你这样 死如葬身之地 这是属于龙 那龙呢 他有这种变财无碍的特性 也是智力为王 他跟瓶很像 瓶是百兽之王 然后龙是天上的王者 这两种人呢 都非常的喜欢当老大 只是不愿意表现 那我们看到呢 一样 瓶里面有长雾 高山之徒 也有瓶 在里面 这个一个字里面 它就藏两个特质 所以常常 反复变化不定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就改来改去 遭令细改 就是这个尘越的特质 头脑反应灵敏 点子多反应快 但内心空虚 常常有交由满天下 知心五己人的叹息 变化多端 好高勿远 是学习秘语的高手 所以很多这个医生 都是属于这个 他都出生在尘越 很多医生都出生在尘越 因为他在研究这个事情上 他的了解程度 速度特别快 喜欢朋友 具有神秘感 不切实际 自圆其说 喜欢当老大 喜欢听好听话 没有耐心 注意尝位的问题 所以很多医生 这个看诊很忙碌 死于胃癌 这个可能有一些联系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特质 他就是有这个 喜欢当老大的特质 他又非常聪明 散算计 所以呢 他容易考上医学院 然后呢 因为成呢 又是库院 程序所谓都属于库院 赚钱赚的比较多 为了赚钱呢 就损害了这个身体 这也是很难说的 这个是在 我们这个尘的部分呢 来做注解 再来是我们讲 夏天的第一个月呢 四月 他一样呢 有丙火的特质 是呢 是在十二生肖中的蛇 以蛇作为代表 外人内热口才好 是十二生肖中 唯一的人血动物 就是 他的外表看起来呢 非常的这个 干净整齐 然后呢 很文静 但是内心的 波涛汹涌也不知道 波涛汹涌也不知道 口才好 业务高手 有辩才 喜欢聊天 口舌是非多 爱聊天 抬杠 可以从早上 早上聊到晚上 从晚上聊到隔天 那喜欢往外跑 不喜欢在家哭作 闷骚醒 不易开口 但一开口就讲不听 适合当律师 或者是 业务人员 那再来呢 我们再补充 就是这个性能力 就是 四 四月的人 就出生在四月的人 他对于这个 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 特别重视 特别重视 他的性能力特别好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地方 特别钻眼 或者是琢磨 是十二生肖 十二个生肖里面的 这个性交时间最长的 这是属于四月 是属于四月 所以 如果你是这个属性的人 如果你是这个属性的人 要特别节制 要注意道德观的问题 这个是 在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 再来是五 五呢 是农历的第五个月 是马 是属马 十二生肖中属马 他代表是 好胜清强 遇到马呢 就 有两个成语 一个叫做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 就是 这个五月的人 是越老越有价值 这个风流运势 就是像好酒一样 越沉越香 或者是呢 这个马呢 他击不起刺激 所以一匹马呢 他常常出去 又出远行的时候 要把马的眼睛遮起来 原因是因为 马呢 他的这个眼睛非常漂亮 他会看这个 外在的所有条件 容易被惊动 或是被扰动 然后产生暴走的情形 那喜欢听好听话 人家拍马片 他最喜欢 好胜不服输 如果没有贵人提息 常常不知如何下手 所以呢 五月的人 一定要有人牵引 所以我们说 人有通天之志 无人不能自我 人有通天之志 无运不能自通 马有千里之行 无人不能自我 就是这样子 就是当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 这个斗星准备好了 我要努力出发的时候 屁下发自发现 哎呦 现在没有在走运 你要拼到哪里去 又不懂得借运 借势而为 那走到底子会失败而已 那马也一样 就是马 他可以跑一千里 但是这个马呢 他是在马厩里面跑 还是像去 跟唐上帐一样的 去西天取经 把这个西天的经书 经文拖回来 变成了这个人天之师表 这个都是在他方下的一个决定 那什么样的牵引 非常重要 就是小孩子不会天生就会读书 都是靠这个家长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三代为官学会刺穿 这个 就家里面的人 要有三代的读书人 才会累积一点点的书香气质 那这个五代为官 就是当这个官可以做超过五代 做超过五代的时候 才学会讲究 才知道这个人情世故 才知道这个人情世故 我觉得这个话讲的是蛮好的 讲的是蛮好的 这个三代为官学会刺穿 五代为官学会讲究 这个是一个蛮细致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应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就可以把自己的气质提升上来 就是读书嘛 读书可以改变气质 读一些文学经典可以改变气质 这个蛮不错的 就像我老师就叫我们读傲慢语偏见 这西方的这个哲学 如果你对这个风流运势有兴趣 就读这个基督三嘛 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学 有很多可以陶冶我们的身心 是这样子的 那我是比较喜欢读这个东方的内容 所以配合八字里面 或者是配合这个命理 它都有这个异曲同工之鸟 再来是六月为夏天的第三个月 为卫月 十二生教终属羊 好奇有强大的求知欲 那个性很热情 但是不愿意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好冲突 但是你跟卫月的人相处之后 你会发现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熟土嘛 就站在那边不动 你不跟他打招呼 他也不会理你 但是你跟他熟了之后 感情不容易间断 他会一直维持 他会一直维持 会一直若有适合的关心你 喜欢问问题但不知道怎么问 心中有很多的问号 问号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问人家 喜欢独自研究揣摩 常常有很多独自所创新的意见 那必须要依附他才能够成功 那我们你看 这个胃就是里面藏几根丁 胃里面就藏几根丁 己土田园之土 他必须要有两个用神来协助他 最差最差也需要有假木 最差最差也需要有假木 所以胃月之人要靠自己成功非常困难 胃月之人靠自己成功非常困难 那这边补充了 胃呢 羊是没有 这个有眼 但是里面没有 有眼如金 所以他 常常的这个目光非常短浅 他很难看到呢 五年十年后的未来 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 比较容易瞻前不顾后 比较容易冲动行事 就是把现在这件事情做好 他不会考虑之后的状况 就是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只不过呢 没有用心的去思考 这个长远之势 例如说 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呢 胃月的人呢 不是说胃月这样子 我们提供这个大家参考 胃月的人呢 他喜欢这个 找这个数捷 或者直接看解答 背诵答案 但是自私自己 背诵能力很强 所以大部分的学问都是背来的 理解能力不高 当真的遇到大考的时候呢 胃月的人呢 就常常容易这样 重见弱马 考不上 考不上好的这个学历 原因是因为他都走捷径 没有真才实学 我讲的是我认识的胃月 不是 不是 不是大教 不是大教 那胃月呢 没有胆 孝顺 是十二生肖之中呢 最孝顺的 叫做阳高贵如 只是不知道怎么表现 叫做爱在心底口难开 不是如何表达 所以呢 胃月的人呢 如果口才能力一流 他离成功就不远 因为你看很多人说 我找这个 另外一半的对象 第一点就是孝顺 我是觉得根本就是说谎 哪是孝顺的 是有钱吧 是有钱吧 就是 胃月之人呢 也是容易呢 继承财产 就是 长辈喜欢嘛 就是会把一些财产 拖给他 容易享受金氏 献有之福报 是属于胃月之人 一钻有脚尖 不容易呢 这个 走出 这个死熬龙 也特别容易固执跟执着 那要注意小肠 就是这个蜿蜒的小径 身体里面的小肠 小肠是身体身高的五倍嘛 里面很多肠肤纳垢 要非常注意 这个小肠的问题 所以胃的人呢 容易便秘或者是呢 这个有四肠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 那也表示呢 肠胃里面的火气较重 肠胃不好 肠胃功能不好 要多运动 多运动 再来是七月的这个生月 农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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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 也代表呢 生 生呢 代表根基 生代表根基 心性不定 个性狐疑 喜欢远行 好旅游 见多事广 做事三分钟热度 持续力不足 模仿能力强 像猴子一样 那个72遍 孙悟功72遍 学东西很快 聪明讲义气 说话直接了当 义得罪人 没有耐心 要注意膀胱 这个个性 这人高心高心 高心高心 就是常常 就是像坡猴一样 随便乱三秒 就是膀胱不好 膀胱不好 那也容易呢 肩膀传痛 容易肩膀传痛 要注意坐姿的问题 容易有这个坐骨神经 或是脊椎侧腕的问题 这是属于身 再来农历八月的有 有是属于鸡 十二生肖中的鸡 这个鸡就厉害了 战斗力超强 所以有斗鸡之称 所以有跃的人 是可以行走四方 他要特别注意他的脚 所以不管你是有跃 还是你的孩子是有跃 还是你的先生是有跃 你只要买一双 好的鞋子给他 无功百足 你只要买一双 好的鞋子给他 他就服服帖帖了 那我相信 有的人 或是八字永有的人 他也是无功百足 家里面的鞋子一定非常多双 你问他他总有借口 同样一双鞋子 可以买五六个颜色 有怨 因为他重视他的脚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很正常的 能专严工作 往往研究非常有心得 内心孤寂 热心帮助他人 非常热心 所以成为激波 那个性悲观讲义气 有悲天闽人的特质 有艺术专长 桃花非常旺 悲观 人员好 双重性格 要注意胜脏 你看 这个一只公鸡 可以交配五十只母鸡 从早可以交配到晚 超级强 超级强 所以这个 有就是要特别注意胜脏 还有 有加三点水 就是酒 所以有悲之人 或是八字有有的人 他是可以说是 这个谦卑不醉 可以喝酒 喝酒喝叹害 这个是 我们在过去研究八字的时候 也有补充 就是有有的人 他就是九国论英雄 很多话要喝酒才讲得出来 这是属于这个 有悲 有悲的人 再来是农历酒悦 虚悦 虚在十二生教中属狗 有长者之风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或是在童年之中 他会属于比较有智慧的那一群 喜欢照顾别人 但缺乏人家照顾 常有的觉得 人心不古 想恢复古人的生活 也觉得 好能真难做 的这种感受 很忠心 主观意识强 不容易相信别人 是武术高手 不喜欢欠人 请学习快 个性顽固 喜欢研究 有趣的事情 所以 虚悦的人很爱讲笑话 或者是 讲笑话的时候 他自己不笑别人笑得要死 这是属于虚悦 那要注意心包 心包是心脏外面的一层油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就像狗 比较容易什么 积不择食 有的吃就好了 这个蜡蜡蜡蜡蜡 这就是属于虚 因为他很勤劳朴实 所产生的这个项目 那要注意营养 他要注意营养的这个摄取 那再来十月呢 属亥 属朱 口才好 善于言辞 理解一强 处事叫明里 然而心中的苦闷呢 却不知道如何跟外人说道 心事重重 无人了解 你就觉得很奇怪呢 口才很好 怎么还会心事重重 他的口才好 叫做变才好 就是 你要跟他吵架 他才讲得出来 或者是 他的这个说话 都是有目的性的 这个沟通都属于目的性 属于跟人家吵架性 但是真正要跟人家分享心事呢 不知道从何说起 不知道从何说起 所以呢也是所有八字中 自行最严重的 我们在讲呢 八字中有一个害 叫聪明决定 两个害呢 歇斯底里 就是两个害出现撞击的时候呢 那个自行非常严重 头发会拔掉 拿头去撞墙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他也会严重的影响 他的六亲关系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补充 好 非常聪明 动力强有洁癖 追根究底 所以说猪呢 是很脏的动物 哪有 不是 猪呢 这个是猪的皮肤很薄 所以遇到太阳晒呢 会干扁 会痛 所以他要把泥命呢 弄在自己的身上 还有呢 就是 就是 外面的寄生虫很多 像蚊子嘛 像现在夏天到了啊 你遇到蚊子的时候 不是会用防蚊液 猪哪有防蚊液啊 他就是用泥土 来包裹他自然的皮肤 所以我们感觉他很脏 没有 他才聪明 他才聪明 他用他的方法 来照顾他的身体 所以 属猪的人呢 他是这个 医学的高手 他是医学的高手 或是药草的高手 就是生农藏百草 属猪 有这样的特质 有这样的特性 做事有人则执着 不要受刺激 只要一刺激 他就会滔滔不绝的说不完 那容易自杀 那要注意呢 这个血液的问题 身体里面的血液 再来我们介绍农历十一月 子月 子月呢 为老鼠了 无法做事 无法做决定 自己的生命不能做决定 都要靠别人做决定 跟这个位约好像 只不过呢 子月的人是反复无常 常常变化 做跟不做都后悔 也叫做殷勤不定 个性不稳定 难以捉摸 阴阳两极 善变 会隐藏实力 很聪明 是活桃花 他人际关系非常好 人见人爱 那很自私又狡猾 喜欢说谎 这个 也不能说说谎 就是 他是癸水 所以只要没有当面抓到他 他大死不会承认 他是癸水 你只要没有当面抓到他 没有当面抓到他 他大死不会承认 他大死不会承认 他有做错事情 这个是属于 这个 子月之人 那在子月呢 我们再做补充 子月它代表就是性气 男生跟女生都一样 男生叫做生殖气 那女生叫做子宫 都是属于子 所以子月的人 或是八字有子的人 他这个器官要特别注意 女生就是公寒 不亦受孕 那男生就可能是这个 器官变形 他的生殖器官变形 或者是他的精虫比较不强 大家特别注意 那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就说 小孩子或是子月 包尿部包到六岁 就是六岁之后 六岁以前都还在包尿部 容易晚上半夜偷杀尿 就膨胱 膀胱比较无力 主要是因为他的肾脏 生长速度不强 所造成的 或者是肾脏有缺失所造成的 这个部分我们就 只要知道了才有办法解决 只要知道才有办法解决 那子也代表我们身体器官中有胆 所以子老鼠无胆 没有胆 所以你看老鼠 他都是沿着墙壁走 晚上才会出来 早上不会出来 早上会出来老鼠都是吃药中毒的 过街老鼠能很难打 所以子呢 这个生在子时的人 就是晚上的老鼠 不是 生在子年生的人 子年生的人 就是十二生教中老鼠的 他晚上出生比较好命 这么一说 那早上出生的就是要劳作 要躲避躲仓 那这个我们在后续里面 还会再提到 什么样的年 出生在什么样的时程 他会产生的这个变化 这个 也是作为补充教材 来跟大家做补充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十二月的这个丑月 那丑月呢 他有两种特性 一样的他有极土的特性 也有癸水的特性 他任劳任怨 脾气差 凡事好行 想多做少 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非常非常喜欢问问题 那这个 跟魏月刚好相反 魏月是心中有很多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问 所以他自己钻研 那丑月的人呢 就是心中的问题 会直接问出来 直接问出来 不管别人会还是不会 那就是追根究体 一翻旧帐 一钻鸟脚尖 做事执着 一步一脚一 那因为这样子 就是个性比较急躁 他会伤害到肝脏 因为怒急攻心 怒急攻心 是属于呢 这个十二天干配十二地支的实际使用 那我们这个十二地支的这个月令的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就是月令呢 他所藏的这个特质 会藏天干的性 他同时呢 也有这个生肖的属性在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这个十二生肖有研究 我们在讲这个十二地支呢 会非常的生动有趣 那不过呢 吴老师会客是呢 觉得这个只是聊天的话题 就是你谈论人家的生肖 谈论人家的这个内心事件呢 有何意义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吗 有限 他是聊天 他是聊天 但是呢 我们拿来把他当作是 这个流年的撞击的时候 就非常不一样了 把他拿来呢 运用在呢 六亲之中的关系呢 就非常不一样了 因为 有实际操作过 你才会知道说 哇 真的太神奇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 我们呢 就不以这个十二生肖 来论十二地支 吴老师会客是 不以十二生肖论十二地支 我们会用十二生肖 所代表天安之中的属性 来论十二地支 来论十二地支 我会用十二地支 键 com audie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